5月18号,邹世民一家四口高调现身上海 为其庆祝他36岁的生日 生日宴现场,邹世民身着西装,帅气亮相 还在游戏环节当众叫板娇妻 夫妇二人在镜头下毫不躲闪的激吻 大秀恩爱,献傻众人 光是腻歪还不够 邹世民不忘打趣的调侃妻子平时 在公司和家里太霸道 公司我的领导 你慢点啊,没有第二个人啊,只是你啊 没关系 什么状态都追笑着呢 但是这一个比赛我绝对不会留情 因为他在平时 在公司里面那个样子啊,发道的 所以说今天我也希望通过这个 现在通过这个镜头 通过大家来给我加油好不好 许久未见的萱萱一出场 便迫不及待的把小脸贴到了蛋糕上 呆萌的小吃货引发现场笑料不断 这么热闹的一大家子 光是现场怎么够呢 还不干净计划着搬上萤幕 让粉丝们看个过瘾吧 可以表现了很多在专业里面 后面不为人知的一些很多故事 当然我有很多故事 当然 你到底能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电影来拍 我希望还要再继续去书写我的神话 要再去刷新我的战绩 这样我的故事会越来越丰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